躁鬱症病婦 狂買名牌包 攤友糾團 凱油 9月底開始 各家百貨週年慶一波波登場 大量的促銷訊息讓人眼花撩亂 甚至還是誘發躁鬱症病人發病的因子 台北市一名40歲婦人 9月底躁鬱症發作 在週年慶期間 狂買十幾個名牌包 轉送給三名朋友 還帶著他們轉戰各家百貨 寫拼 吃大餐花了30萬元 婦人丈夫發現家中多出好幾個名牌包 覺得不對勁 拉著婦人就醫 婦人不承認有躁鬱症 還請這三名朋友來作證 醫師將他們分開詢問 其中一人才坦承 和婦人認識才藝週 她很慷慨 才會有占便宜的心態 婦人目前住院治療 家屬則希望能向三名朋友 要回名牌包 不過律師指出 他們若不歸還包包 並不構成侵占 只能用民事糾紛來處理 另外百貨業者強調 多數國際精品都不接受退費 只能個案處理 全力協助 蕭基會表示 家屬若出具醫師證明 百貨公司也應該要退費 動新聞 趁人之為 不可取 報導 4761 Tight 有 有 はい 就 公司 希望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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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